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物权的分类 首先呢,我们是把谁人之物 把我们的物权分为自物权和他物权 如果说呢,我们的权利人依法呢 是对自己的物所享有的物权 我们呢,就把它称之为叫做自物权 那比较常见的自物权,比如说所有权 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自物权 好,那如果说呢,我们的权利人是根据法律规定 或者是根据合同的约定 我们现在呢,是对他人之物所享有的物权 我们呢,把它称之为叫做他物权 比如说咱们的用意物权 那你比如说比较典型的,像建设用地使用权 那在这里边,我们城市中的这个土地 其实呢,都是归国家所有的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说你想取得一个地块的一个使用权 比如说想在它上面去盖一些厂房 或者呢,去开发,去盖一个居民小区 那这些呢,我们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那在这里边,我们是不是是在国家所有的这个土地之上 拿到了它的一个使用权 那因此呢,它就是一个用意物权 那这个呢,也就是对他人之物享有的物权 好,那你再比如说担保物权 我们之前呢,给大家举过例子 说假呢,为了向银行去借款 就以自己家的房子向银行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那这时候你从抵押权人的角度来看 是谁享有着抵押权 是不是银行享有着抵押权 作为一个抵押权人 那这时候你站在我们物权的这个权利人的角度来看 它是对谁人之物享有了这样的一个物权 它是不是对他人,也就是假所有之物享有了一个抵押权 因此呢,我们这个担保物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他物权 接下来呢,我们再根据物权的课题不同 我们呢,把物权分为 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 以及呢,权利物权 那这个点呢,是今年的一个新增 因此呢,请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那我们呢,前面其实也给大家讲到过 对于动产物权而言 我们的物权课题呢,它其实是动产 那在这里边,动产物权享有和变动的一个公式方法 一般来讲呢,都是占有和交付 好,那在这里边再来看不动产物权 不动产物权的课题往往呢,就是一些 比如说像房屋,建筑物,这样的一些不动产 那对于不动产物权,我们的享有和变动的公式方法呢 我们强调的是登记 好,那最后呢,还有今年新增的一个 也就是权利 如果说我们的物权课题是权利的话 那这时候呢,它就被称之为叫做权利物权 好,请大家呢,去注意一下这一点 当然权利物权这一块 它的一个公式方法,有可能呢,是登记 有可能呢,是交付 这个呢,还是要看法律的一个具体的规定 好,大家呢,稍微注意一下 根据物权课题的不同 我们呢,划分为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和权利物权 特别是权利物权,这个呢,是今年的一个新增 好,接下来呢,我们根据物权能否独立存在 把它呢,分为主物权和从物权 那这个主物权顾名思义 我的这个物权呢,是不依赖于其他权利 我可以独立存在 比如说我们的所有权 或者说呢,我前面给大家谈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 这些呢,都属于我们的主物权 好,那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从物权 从物权最典型的特征就是 它不能够独立存在 它呢,是具有一个从属性的 必须呢,依赖于其他的权利而存在的物权 比如说我们的担保物权 那这个担保物权 比如说贾呢,为了朝银行借款 向银行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那这个就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担保物权 那担保物权 它自己呢,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 我必须要从属于 我所担保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说将来假 他把全部欠银行的钱都还掉了 那这时候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了 那这时候抵押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所以说我们的担保物权 其实就是一种从物权 它是从属于自己所担保的债权债务关系 好,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从物权呢 我们叫做地义权 这个呢,可能大家是第一次接触的话 你可能对它是比较陌生的 我呢,稍微给大家来讲一讲 那这块呢,希望大家将来听过这个讲解之后 你呢,把它当成结论去记住 也就是不管是担保物权也好 地义权也好 我们呢,都属于从物权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究竟什么叫做地义权 地义权呢,比如说贾家的这个土地 比如说呢,它有一块这个农村的一个土地 一个耕地,来进行一个耕种 那这个呢,是贾的一个土地 那在旁边呢,可能就是乙的这个土地 好,那这个乙的土地呢,可能就是比较缺水 那这时候呢,他就想和贾去打个商量 说我能不能在你的这个土地上开一口井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这儿给大家谈到的一个 叫做取水地义权 也就是这块它就是一个地义权 那在这里边呢,贾的这个地块 我们管它叫做共义地 那在这里边呢,管乙的这个地块呢 叫做虚义地 好,那在这里如果说呢,贾也欣然表示同义 两个人呢,可能就签订了一个地义权的合同 将来呢,乙就可以来贾的这个地块上 去在这个井里边取水 取了水之后呢,回到自己的这个耕地上来进行一个浇灌 好,那这块是没有问题的 那现在呢,大家仔细来想一下 说我这个取水的这个地义权 它究竟是属人还是属地 那什么叫做属人,什么叫做属地 我们呢,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块乙呢,它把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给流转出去了 比如说将来不是乙,想要土地承包经营权了 我们换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丙 好,比如说又找到了他们村的一个邻居 找到了一个丙 好,那现在是丙,想要着这个地块的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那如果我们说这个取水地义权它是属人 那就意味着即便已,我将来不在这个地块上耕种了 我能不能够来取水 那你注意,我是能来取水的 那这个丙,那这块如果是属人的话 虽然现在是你在这个土地上,在这个地块上来进行耕种 但你能不能够到假的这个地块上来取水 你是不能的 这个呢就是属人 那你觉得这事合理吗 这事肯定是不合理的 所以说这块我们的这个地义权它其实就是属地 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丙取得了这个耕地的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那这手就是丙可以到假的这个土地上来进行取水 所以说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地义权 其实它就从属于谁 从属于这个地块的一个所有权或者是使用权 所以这个里边呢我们在这个举例里边 它是从属于这个地块的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那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实呢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用义务权 所以说这里边我们的地义权 它呢就不是单独存在的 它其实是要从属于所在的这个虚异地的一个所有权 或者是使用权而存在 所以在这里边呢你去注意一下 它呢是具有一个从属性的 如果说呢我们所依赖的这个权力的转移 而转移 那这时候所依赖的权力的消灭而消灭 那啥意思是不是以现在把自己的这个土地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给到了丙 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地义权 从属性的角度来讲 它就随之转移了 那这时候虽然当初地义权合同可能是假和以定例的 但是呢将来以你是没有权力来这个地块上取水了 而是由我们这个地块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丙 来上面来取水 所以这里边它就是一个从属权 它呢是不能单独存在 必须呢依赖于其他的权力存在的一种物权 那这块大家当成结论去记住一下 我们一个是担保物权 一个是第一权 它们呢都属于从属权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根据说这个物权 是不是根据登记来生效 我们呢把它分为登记物权和非登记物权 那所谓的登记物权呢指的是我们物权的一个变动 也就是它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这块呢必须经过登记机关的登记 才能够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那比如说咱们的不动产物权 但是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并不是所有的不动产物权 它都是登记物权 也就是说呢会有一些小小的奇葩和例外 这个呢我们等一会儿会给大家来讲到 好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物权的一个变动 也就是它的得丧变更 也就是设定变更终止 那如果说呢我无需登记 就可以产生相应的法律上的一个效力 你比如说我们绝大多数的动产物权 它其实都是看交付的 所以呢我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个登记 那在这首它就属于非登记物权 那在这里边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块登记物权和非登记物权的划分标准 是以呢是否这个物权的变动 是依靠登记来进行生效的 如果说这时候我不需要登记 也能起到一个物权变动的效果 比如说交付 那它呢就属于非登记物权 好请大家呢注意一下这点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根据 说这个它物权的一个设立目的 我们呢把它分为用意物权和担保物权 那在这里首先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分类的对象是谁 我们分类的对象是它物权 那对于自物权也就是所有权 属不属于我们这块分类的内容 你注意它不属于我们分类的对象 所以我们这块呢是以它物权的设立目的 对它物权来进行了进一步的划分 那我们进一步的划分呢 就是分为用意物权和担保物权 好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什么叫做用意物权 用意物权呢它其实主要是以呢 对标的物的使用和收益为目的 那这块我看上的其实是这个标的物的一个使用价值 那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 像建设用地使用权 像土地承包经营权 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地义权等等 那你说我看上了这个土地 我想对它来进行一个建设 比如说盖厂房 开发居民小区 或者说呢我有一块耕地 我呢想对它进行种植 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地义权 比如说我去取水的地义权等等 我主要的目的是干嘛 我主要的目的是不是为了使用这个物 我发挥的是这个物的一个使用价值 那比如说我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我就是为了在上面进行一些开发和建设 那我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 我就是为了对它进行一个耕种 那我取得了宅基地使用权 我就是为了在上面盖房子 在它上面进行居住 那这些呢通通都是为了去取得物的一个使用价值 所以这里边我们管它叫做用意物权 那与之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担保物权 那这个担保物权其实呢 我看上的不是物本身 而是这个物所承载的金钱 那你用文邹邹的话来说 这个呢就叫做意在支配物的一个交换价值 那你比如说假 它呢可能欠了银行一百万 那这时候为了担保自己的一个债务的旅行 它呢向银行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那这时候你想银行看上的是不是假家的房子 你正在银行的角度 它看上的不是假家的房子 在银行的眼里 假家的房子就是一串数字 银行看上的是说万一将来有一天假 你不能够及时的还本付息 清偿这一百万的本息 我可以把你家的房子进行拍卖变卖 我可以就所得的价款来保证银行 一百万本金和利息的安全性 所以说这时候银行我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抵押权 它是不是为了去假家的房子住一住 它为了去使用这个房子 你注意不是 银行看上的就是这个房子上面所承载的货币 它其实看上的就是假家的房子能够变现 带来多少钱 所以说这时候你能够发现 银行看上的其实是假家房子上所承载的这个金钱 所以呢它叫做交换价值 所以说在这里边你能够发现说担保物权 我看上的其实物的一个交换价值 而用意物权 我看上的是物的一个使用价值 那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物本身 它其实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 那我们根据它的一个特点不同 进一步的把它划分为用意物权和担保物权 那请大家呢去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关于物权的分类 这块呢还是命题老师比较喜欢去测试一些题目的地方 而且这些题目的难度呢本身不是特别大 所以如果今年考试的时候碰到了 大家呢千万不要去丢分 一起来看17年的多选 他说呢根据物权法律制度的规定 我们的用意物权包括什么 好主意来看一下 A选项宅基地使用权 那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这个地块上盖个住宅来居住 它属于用意物权 好RB选项抵押权 那这个抵押权呢是属于担保物权的 好C选项说建设用地使用权 这个呢是用意物权 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取得这个地块的使用权 来对它进行开发建设 好4D选项治权 那这块呢我们的治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担保物权 也就是我们的抵押权 治权 流制权 这个呢都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担保物权 这个我们在第四单元的时候呢 会逐一的来给大家进行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 那你现在呢能够有一个粗浅的印象就可以了 好再来看易选项 说土地承包经营权 这个呢我之所以去承包这个土地的目的 也是为了在上面进行一个生产和种植 所以说它意在支配物的一个使用价值 因此呢它属于用意物权 因此这道题正确答案呢 应该是ACE三个选项 好接下来再看14年的单选 说下列用意物权当中 问我们属于从物权的事 那我们之前呢给大家说到过 当你看到从物权的时候 记住两个结论 一个呢是我们的担保物权 一个呢是定义权 只有这两个才是我们通常 这个民法理论上面的一个从物权 因此呢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C 那你像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 宅基地使用权 它都是可以自己独立存在的 因此呢它们都属于主物权 而并不是一个从物权 好请大家呢注意一下这个点 好那我们讲解到这里 稍微呢带着大家去回顾和梳理一下 关于呢物权这一块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哪些内容 那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那你能够知道说物权呢 其实是对物的一个直接支配权 它呢是一项排他性的财产权 它同时是对视权和绝对权 那我们的物权呢 有不同的一个分类的标准 可以将其呢做不同的一个分类 那你特别去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权力物权 是今年的新增的一个分类 根据物权课题的不同 我们现在呢把物权分为 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和权力物权 好另外呢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从物权 那这两个举例 一个是担保物权 一个是第一权 请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最后呢我们之前还考到过 看大家能不能够区分清楚 咱们的用意物权和担保物权的问题 这个呢分类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我们呢其实还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包括呢一物一权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 以及呢公式公信原则 这个呢你稍微从它的含义上来进行把握 这个点呢也是曾经出道过 历年真题的点 请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物权的效率 那这个物权的效率 我们呢简单的来看一下就好 首先第一个呢是关于 物权的一个排他的支配理 那这个呢我们之前已经反复的 和大家去探讨过了 说我们物权呢是一个支配权 它呢是具有排他性的 那其中呢如果是咱们的自物权 我呢是具有完全的一个排他支配力 而如果咱们是他物权的话 那这时候我是有不完全的一个排他支配力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时候 如果说呢咱们是一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那如果说你仅仅是具有一个建设用地使用权 那换句话说 你能不能够对土地的所有权进行处分 那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这里边你只能对这个土地进行占有使用和收益 但是呢你不想要他的出分权 但如果咱们是自物权 比如说你是所有权 所有权其实是包括了四个权能的 也就是占有使用收益和出分 但是如果是他物权的话 其实往往呢我们是不包括这个出分的权能 请大家呢稍微去注意一下 说自物权它是具有一个完全的排他支配力 而他物权呢是一个不完全的排他支配力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物权的优先力 那第一个优先力呢 谈到的是物权的至于债权的优先力 那这个呢是咱们的一个一般的原则 也是今年的新增的一个表述 他说的是当债权呢 以特定的物为己付的标的物 而这同一标的物上呢 又存在着他人的一个物权 那这时候无论我们的物权设立先后 它的效力呢通常是优先于债权的 也就是物权原则上是优于债权的 好那这块你看起来这个新增的表述 还是非常的抽象 我呢给大家举个简单的小例子 帮助你呢来进行理解 比如说甲呢 它可能有一个祖传的清花词的花瓶 那这时候呢 它可能就首先可以呢 定立了一个买卖合同 但是在这里边呢 它们其实并没有完成交付 说的是可能一周之后 然后呢咱们再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所以说这时候甲和乙 它们呢仅仅去定立了一个 关于花瓶的买卖合同 那在这时候呢 它们仅仅成立了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那这时候乙 我会不会因为签订了这样的一个买卖合同 我就自动的取得了花瓶的所有权 你注意并没有 我们必须要把债权和物权给它区分开 那这时候乙呢 仅仅是享有一个债权 你呢对这个花瓶是不享有所有权的 好那结果呢 等到第二天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又跑来了一个丙同学 他呢提出了一个比乙这个价格更高 更优惠的一个价格 想呢和甲表示说 我也要买这个祖传的清花瓶花瓶 那这个甲呢 为人不是很厚道 居然呢欣然同意 那这时候两个人首先又签订了一个花瓶的买卖合同 好那签订了合同之后呢 紧接着甲呢就把这个花瓶当天就给丙交付了 然后丙呢就把花瓶拿回家了 好那在这里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里面涉及到的法律问题 首先第一个 就是甲和丙之间的合同究竟有没有生效 那这块呢 按照我们之前给大家去讲解的 民事法律行为的一个生效要件 那其实呢它是符合全部的生效要件的 也就是呢 我们双方是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我们的意思表示是真实的 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没有违背公序良俗 所以首先第一呢 甲和丙之间的一个买卖合同 它其实也是成立并且生效的 你注意一下 也就是我们这个甲同学 关于一个花瓶 我签订了两个买卖合同 那这两个买卖合同 它其实都是成立并且生效的 没有问题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说 从物权的角度来看 这个丙同学 我有没有取得这个花瓶的所有权呢 由于我们已经完成了交付 我是不是给大家说过 说对于动产而言 我的所有权的一个变动 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的是交付 那因此丙同学现在率先完成了交付 因此他就能够拿到这个花瓶的所有权 好那在这时候 大家就想到说那乙怎么办 那这时候以你对这个花瓶 你有没有所有权 你没有所有权 你是只有一个债权在的 你只有一个合同的债权 那在这时候 本着我们物权优先于债权的一个优先力 那因此这个花瓶归谁 那这个花瓶应该是归我们的丙同学 虽然可能丙同学 从定立合同的时间先后来讲 我是后定立的 但是呢 由于我率先完成了交付这个动作 因此我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 那我们的物权是优先于债权的 所以说现在呢 这个所有权就应该归我们的丙同学所有 那这时候有些同学可能就觉得不是很好理解 说为什么在同样的一个花瓶上 我可以成立两个有效的买卖合同 那首先丙的这个合同有效 我们比较好理解 因为这个合同已经履行完了 但是对乙而言 那这个时候我的买卖合同虽然有效 但是实际上看起来说 甲不可能再有一个同样的花瓶交付给我们的乙 那这时候对于乙同学怎么办 那这时候乙同学毕竟我有一个已经生效的合同 我可以向甲主张一个什么 我是不是能够主张一个违约责任啊 好那如果说现在我的合同目的已经完全无法实现 我能够请求去解除这个合同 同时请求我们的甲承担违约责任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说 我们甲乙之间的合同已经成立并且生效 那我根据一个已经生效的合同 我请求甲同学来承担违约责任 所以说在这里呢 请大家一定梳理清楚 说从物权的角度怎么看 从债权的角度又是如何来看的 那我们这块呢 谈到的就是物权的优先力的一个一般的原则 就是通常来讲 我们的物权呢是优先于债权的 好但是在这里边呢 其实是有两个小小的例外 我呢稍微和大家去简单的说一下 你呢先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 因为呢这些例外的内容 其实未来呢我们会逐一的 在不同的章节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关于买卖不破租赁的举例 比如说甲呢有一个房子 现在呢租给了乙 可能两个人的约定租赁期限是一年 那我们租赁合同开始后的三个月以后 甲呢由于各种原因就想卖这个房子 那他首先呢就问乙说你要不要买 那这个乙说呢房子太贵我不买 那这时候甲呢可能就找了其他的一些买售人 比如说呢就找到了饼 那这时候也就是在租赁开始之后的三个月以后 甲呢就把这个房子卖给了饼 好那在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在这个房子上面是不是我们既有一个饼的一个所有权 同时呢还有一个你同学的一个债权 那我的这个债权是基于我和甲之间签订了一个租赁期限一年的一个租赁合同 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我们呢是基于这个债权 我能够对这房子进行一个占有和实用 那这时候呢饼它其实具有一个所有权 那按照我们一般的一个法律原理 如果说我们没有特殊的规定 我们是不是说物权是优先于债权呢 那意味着说饼 我拿到这房子所有权之后 我能不能够让乙给我搬出去 让乙批星戴月的滚 因为这里边呢我想有的是一个所有权 那乙呢想有的是一个债权 那物权呢是优先于债权 但是呢我们国家在法律上就规定买卖不破租赁 也就是说呢在租赁合同期限之内 这个时候如果说标的目的所有权发生变动 它呢其实是不会影响合同效力的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合同虽然是甲合乙签的 但是如果说所有权发生了变动 现在呢是饼成为了新的所有权人 那我们之前甲合乙签的这个租赁合同 对饼有没有约束力 你注意对饼是有约束力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的乙是可以要求饼继续履行合同 你要把这个一年的租赁期限的租赁合同 给它履行完毕 所以说这里面体现出来的就是买卖不破租赁 说我们呢关于标的物发生了一个买卖 这时候我们租赁合同的效率 它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那从这个点上来看 是不是说我们以的这个债权 其实呢在一定程度上 它优先于我们的物权 所以说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一个例外 好那第二个例外呢 就是经预告登记的一个债权 我呢是优先于物权的 好那预告登记呢 主要为了解决的 其实呢是商品房运售过程中 开发商一房二卖的问题 我们呢来举个简单的小例子 比如说这里边呢仍然有一个甲 但是这个甲呢不是一个自然人了 它现在是个房地产开发商 那它呢可能就开发了一个楼盘 那在这个楼盘呢在正式封顶之前 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允许它通过拿到一个预售许可证的方式 就开始对这房子进行一个预售 所以说这时候债呢可能就看上了某一套房子 那这时候债和我们这个甲地产公司 就签订了一个关于那不动产的买卖合同 好按照我们之前的讲解 大家能够清楚的知道了 现在债同学我和甲地产公司签了一个买卖合同 我有没有拿到关于标的物的所有权 我是拿不到的 那这时候我和甲地产公司之间只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那这时候其实如果说你想让甲地产公司 给你来办理我们的这个所有权的登记 它是办不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房子还没有盖出来 我是不可能堆一个已经还没有存在的物 来给你去办一个所有权的 所以说这个里面其实呢 由于它是一个预售的性质 所以它就决定了 其实我们在当初签订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候 我只能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我是不可能拿到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的 因为这个房子现在还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好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黑心的地产商甲 他有没有可能说我呢 再把这个房子同时又卖给饼 那其实理论上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国家就为了防止 说我们的房地产开发商一房二卖 我们呢就创设了一个预告登记制度 也就是贾合以现在其实我们是不是只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但是呢我可以到我们国家的一个登记部门 去做这个商品房的一个预告登记 好那经过预告登记之后 那如果说呢 未经我们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同意 那这时候我们的地产公司贾 再把这个商品房进行一个处分的话 它就没有一个物权的效力 所以说这个里面就能够发现 我是不是通过这样一个预告登记的方式 就能够很好的避免和防止我们这个假地产公司 它去出现一个一房二卖的行为 那这个呢主要就是为了保护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合法权益 但是呢你从这个问题的实质上来看 是不是说我现在登记的本身是误权吗 你注意不是 这时候我预告登记的是什么 是我的一个合同债权 但是我的这个合同债权 我是不是已经优先于误权了 因为呢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 这个假在对这个不动产进行任何的处分 那它呢是不会发生物权效力的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物权优于债权的一个例外 这块呢我们谈到的是经预告登记的债权优先于物权 那这个预告登记呢 我等一会儿会在不动产登记制度里边 给大家呢进行一个更详细的讲解 所以你现在呢先能够听懂 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说物权相互间呢 其实我们也是有优先力的 那在这里边如果说呢 同一物上有两个以上潜在的 发生冲突的一个物权并存的时候 往往呢是我们成立在先的一个物权 它呢是优先于成立在后的物权 但是呢在这里边也会存在着几个限制 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基于当事人意思的一个限制 那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呢有一个假同学 他呢仍然是为了朝银行去借款 可能呢就像以银行去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那在这里边你想一下 在我们假同学家的房子上 它其实现在存在着几个物权 是不是存在着两个物权 一个是假同学的所有权 一个呢是银行想要的抵押权 好那这两个物权孰先孰后 那你肯定想一下 肯定是假的所有权在先 我基于我对房子的所有权 我才可能去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吧 所以说你从这个物权的一个时间先后上来看 谁前谁后 肯定是所有权在先 我们的抵押权 或者说担保物权在后 好那在这里边 当我们的所有权和抵押权发生碰撞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将来是谁更优先 那肯定是抵押权人优先 也就是当假不能够及时的还本付息的时候 我们银行是可以把这个房子拍卖变卖 就所得到的价款来进行一个优先售长的 所以说呢 这个所有权和抵押权的面前 其实是我们设立在后的抵押权 它更优先 那这个是不是就违法了 我们前面说的一个成立在先的物权 通常来讲优先于成立在后物权 和这个一般的规则就相不一致了 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限制 好那第二个限制和第三个限制呢 我在未来的时候再来给大家讲解 那你现在呢先有一个粗浅的印象就可以了 一个呢是购置价款的超级优先权 那这个呢也叫做我们的一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基于法律的规定 我们的法定担保物权呢 是优于约定的担保物权的限制 那这个法定的担保物权 主要指的就是咱们的留置权 而我们约定的担保物权呢 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抵押权和治权 那在这里边呢我会分别 在给大家介绍到抵押权的时候 我会来给你说这个超级优先抵押权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呢会在介绍留置权的时候来给你说 为什么我们的留置权人 是优先于抵押权人和治权人 好那在这里呢 当你把相应的知识点和章节学完之后 大家呢再回过头来看这块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这两个点是比较好理解的 因为这两个点呢 是需要你调动到后续的相关的知识点 所以在这呢 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去展开说 我们呢就先把它去放一放 等你将来学完了对应章节的知识点 自己呢回来再看一下 应该呢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好那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 关于物权的一个优先例的问题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 关于物权的一个妨害排除不利 那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提到了 说我们的排除妨碍请求权 比如说呢我们和隔壁老王是邻居 那这时候他没事往我家门口倒垃圾 我可不可以请他以后往这个垃圾桶去倒垃圾 不要把垃圾丢在我家的门前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排除妨碍请求权 好比如说他家的这个房子 或者他家有一面墙已经摇摇欲坠 要砸到我家的院子 我可不可以请他把这堵墙好好地去修一修 来消除危险 这个呢也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除此之外 比如说呢咱们假有一块手表 比如说坐公交车的时候丢了 那这时候被椅识到了 我能不能够请求椅向我来返还原物 那这个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返还原物请求权 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物权的一个排除妨碍的效力 你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物权请求权 好那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物权呢还有一个排除妨碍的效力 好接下来再看一下说物权的一个追击力 那这个追击力呢 它主要指的是物权的标的物 无论呢我们辗转落入何人之手 那这时候物权人呢 皆可以去追击所在的物 并且呢对战友人去主张物权 以及呢请求返还的权利 好那这个呢就是物权的一个追击效力的问题 那在这里边呢 比如说我们假 还是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那这时候呢他的这个手表可能在坐公交车的时候 不小心遗失了 那这时候呢被隐食得了 那这时候呢假并不会因为说我丢掉了这个手表 我就丧失了对这个手表的所有权 他对于这个手表的所有权还在 只是他现在呢他没有占有着这个手表 那这个乙呢同样说你虽然占有着手表 但是呢你并不享有手表的一个所有权 那因此呢我们这个假所有权 也就是你这个物权本身是具有追击效力的 我当然可以请求你向我来进行一个返还 那这个体现出来的就是物权的一个追击力 那其实呢我们物权的追击力的例子非常的多 我呢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 比如说仍然是假 假呢现在朝银行借钱 那这时候呢为了担保自己能够去还本复息 就向银行呢去设立了一个抵押权 好双方呢也办理了现在的一个登记 结果呢办理完抵押权登记之后 那也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这个假呢就把自己家的房子 我呢卖给了乙 而且呢也完成了一个过户登记手续 好那在这里大家仔细想一下 如果说咱们既签订了买卖合同 同时办理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那这时候这个房子所有权在谁身上了 这房子所有权是不是就在乙身上了 好那在这个时候 作为我们这个银行的这个抵押权 我将来可不可以如果说假 比如说在一年以后 我不能够及时的还本复息 那这时候银行就要去实现这个抵押权 那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假家的房子已经不在假的名下了 现在已经在乙的名下了 那这时候银行能不能够抄乙 来主张行使这个抵押权 比如说把这个房子拍卖变卖 就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 你注意可以 因为我们的抵押权作为一个误权 它也是有追击效率 那有些同学就觉得三观尽悔 对于乙而言是不是就不是特别公平 说花钱买了个房子 结果现在被银行给拍卖变卖了 那这时候图什么呢 那这块你需要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就属于你自己要去承担的一个风险 因为你们在去过户登记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这个不动产 那你这个抵押权想要去设立 它其实也是要进行登记的 因为不动产物权绝大多数 它的一个得丧变更 那它的一个变动 都是需要登记的 所以说这时候以呢 你再去受让这个房产 你在去做过户登记的时候 你能够明确的看到 说其实银行已经在这个房子上 有一个抵押权了 那你明知有一个抵押权 你还非得要去买 那这样的一个面临的法律后果 是不是这个风险本身 就是你自己要去承担的 所以说在这里边呢 是你怨不着别人 那这块你看到说有一个抵押权 你还去买 那你就要为你自己的行为来买单 所以说这里边我们的抵押权 也是具有追及效力的 所以在这里边你去注意一下说 物权的一个追及效力的问题 好那这块呢 我们给大家谈到的就是关于物权的效力